小米前不久發布了致言的隔空充電技術 這項技術打破傳統不需要底座 便可實現遠距離無線充電 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無線充電 其新的命名稱之為隔空充電 小米11系列是遂先實現這項技術的手機 也是影片中可見充電過程中 其不受固定位置約束 在手中玩、放在褲袋、躺在沙發都能遠距離無線充電 就在小米發布該項技術之前 摩托羅拉其前後也公開了隔空無線充電技術 並分享了充電過程 影片中可見與摩托羅拉技術不同的是 小米的隔空充電技術不受異物遮擋影響 而摩托羅拉當用手擋住充電發射器後 兩台手機都停止了充電 看得出來小米在這方面領域要做得更好 小米推出的隔空充電技術 核心在於隔空充電裝 目前小米隔空充電已經實現了數米半徑內 單設備5W遠距離充電 雖然充電功率很低 但這已經是技術上的突破 在當今智能手機的電池領域 還沒有出現革命性的技術之前 為了讓智能手機盡可能的延長續航和提升充電速度 各家手機廠商都絞盡腦汁 專研各種充電技術 從19世紀末 科爾加特斯拉發明了特斯拉蟹圈以來 人類就對隔空概念進行著不斷的嘗試 截至目前科技實現了無線充電 甚至功率已經做到了80W以上 但真正意義的隔空充電 研發依舊困難重重 沒有進行商用 在無線充電的道路上 小米一直是激進者 從2020年3月的40W 再到小米十字中紀念版的50W 再到後來的80W 短短半年多時間 小米無線充電功率已經實現了翻倍 當小米正式公佈了80W無線秒充技術 為一塊4000mAh的電池充電 僅需8分鐘就能充一半 19分鐘就能充滿 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技術 在無線充電的未來 下一個突破狗 便是隔空充電 當小米正式發佈了隔空充電技術 不用插線不用抵桌 這讓大家已經看到了未來 雖然當下小米推出的隔空充電技術僅用5W 事實上這是技術突破的一個開始 不僅於此 雖然只有5W的功率 但可同時為其多台設備同時充電 每台設備均支持5W 甚至應物遮擋也不降低充電效率 據瞭解小米這項技術其實具備了17項專利技術 核心技術在於空間定位和能量傳輸 隔空充電裝內置了5個相位干涉貼卸 可以對手機空間定位通過波數成型 將毫米波定向發射給手機 在手機端 小米11的接收貼卸陣列 可以將充電裝發射的毫米波信號 通過整流電路轉化為電能 最終實現隔空充電 雷軍還表示 小米自然隔空充電技術 還可為智能手錶、手環等穿戴設備隔空充電 未來客廳、音響、台燈等小型智能家具產品 都可以實現無線供電 徹底擺脫電線的約束 真正實現無線化 以上就是本期所有的內容 歡迎在下方交流互動與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